前段时间位于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公布了一张新型航母的概念图 而细心的网友们一眼就发现了两个亮点 第一,这艘航母的弦号是20 第二,这艘航母没有烟囱 目前我国的三艘航母001,002,003 弦号意思是16,17和18 按照这个顺序 下一艘航母应该是004,而弦号应该是19 但是江南厂公布的概念图上,航母的弦号是20 这意味着该舰已经不是004航母,而应该是005航母 而这艘航母没有烟囱,说明005是一艘核动力航母 核动力航母是目前我国海军最后一块空白 目前我国海军现役的两艘航母 以及正在细薄试验的第三艘航母都是常规动力航母 与核动力航母相比 常规动力航母结构相对简单 建造周期短,使用成本更低 而且海上部署时间也要比核动力航母更长 但是常规航母自身需要携带大量的燃料 所以能够携带的武器弹药和航空燃油 要小于核动力航母,而且常规航母的续航力也要低于核动力航母 对于我国海军而言,批量建造常规动力航母的优势在于可以用最短的建造周期获得航母 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形成战斗力 同时在航母的整个寿命周期内,其使用成本也更低 由于我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安全压力日益较大 能够快速列装服役的常规动力航母 无疑是解放军、海军的首选 但是在我国航母舰队形成一定规模之后 我们依然需要发展核动力航母,以补齐我国航母发展中的最后一块空白 首先,我国的核动力航母很有可能不使用目前主流的压水堆 而是会使用我国最新的熔岩堆 和压水堆相比,熔岩堆的技术难度更低 但安全性更高,而且熔岩的热交换率更高 反应堆的效率也更优 目前我国的第一座熔岩堆已经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这为将来我国建造熔岩堆核动力航母提供了坚实的实践依据 其次,我国核动力航母的吨位预计会在003号航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预计也会达到美军尼米兹级满载排水量10万吨的水平 这意味着我国核动力航母的起点相当高 而且由于是摸着鹰将过河 所以之前美国走过的许多弯路我们就可以直接跳过 这无疑将为我们节约大量的时间和能源 目前我国已经有大连和上海江南两个造船厂可以建造航空母舰 而如今上海正在建造003航母 所以有理由相信004航母会在大连开工 这样两个造船厂交替建造航母 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压缩航母的建造周期 同时005号核动力航母大概率会在江南动工 这或许就是江南厂发布核动力航母概念图的主要原因 我们下期见